为选区立委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三号晚间登场 蓝绿候选人林静怡严宽恒 做足准备自备首反 要向相亲论述证件 充分准备然后全力以赴 针对实际的状况 然后来做出有效的提问 跟有效的回答 向相亲选民报告 我们在过去这两年所做的事情 以及未来四年 我所希望能够做的建设跟修法 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证件发表 两人信心十足 结束录影后 盐宽恒匆匆离去 林静怡则拿出资料 指引对手的财产申报有问题 其中一块土地事实上是 相当于是说 给这个盐宽恒前委员做债权 因为那个住址是盐宽恒前委员的住址 这么多次的选举里面 在他的财产申报里面 完全没有这一笔六千万的债权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 到底是他根本就是 这个六千万的债权 是一个假的六千万债权 还是他这么多次 他通通都没有申报 林静怡质疑 盐宽恒手上有一笔 属属盐清通的六千万债权 但在财产申报中 债权栏却是空空如也 盐宽恒则透过竞选团队回应 表示财产信托有如实申报 从申报资料就可以得知 板批林静怡在证件会中不断攻击 没有详细提出证件如何落实 没有对选民清楚交代 盐宽恒团队也强调 与盐清通的是财产信托 并非债权 在申报资料中确实出现多笔土地 注明是盐清通委托的财产信托 选战倒数候选人不只在政绩证件 展开工房 财产申报也成为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